妳好 請退下 是 小君啊 你好 妳好啊 你好 怎麼會在這裡啊 因為今天要來介紹假蟲 哎呀 太好 太好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個假蟲達人 真的嗎 好好介紹一下 旁邊那位是 他是我們老闆 老闆是嗎 好啦 來來來 蛤蟲 這個是你的助理是嗎 是我們台北店的店長 店長啊 所以有沒有看到 是人家是專業的 今天要來介紹甲蟲 這個東西在日本也就是東營 也就是過去明朝的福山 海原是同一個地方 他們迷戀這個蟲 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 我說的是不是 是的 先生說一點都沒有錯 你來好好介紹一下 是從日本開始還是甲蟲 你還要特別注意 你還要特別注意 我會從你的臉上把你毛毛蟲撤掉 來來 介紹一下 是 從哪裡 這一隻我們直接講中文名號 它叫做毛大象 毛大象 對 它的一個產地 大概是在 中美洲靠近南美的地方 可以過多久 這個種類它的成長的壽命 大概是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就要告別啊 對啊 不是 它這個受不了的 對 但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幼生期 大概是一年多一點 對 沒這麼悲傷 好吧 就是 幼生期 然後長大 長到成蟲 是 六個月 壽命就要say goodbye 對 就會中療 可是它這個可以繁殖嗎 這個 對 很容易繁殖 繁殖對不對 很容易嗎 一隻繁殖可以生幾隻呢 看種類不同 像它們的種類來講的話 大概是50到80隻不等 那就不用擔心了 首先介紹一下 它的中文名叫做 大豆蟲 它的腳比較小耶 我知道 憲哥 剛剛老闆講那個 是不是其實就是 我們看那個什麼 神鬼傳奇裡頭那個 裡面那個 對 就這一隻嘛 大家有看到 它活動力很強耶 是否由它來帶給 我們大家美麗的饗宴 來 介紹 你來介紹一下這一隻 好 這隻它叫阿農比斯大豆蟲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 在於它的這裡 有特化兩個 這樣子凸起來的腳 它們這一屬裡面 所有成員裡面 就只有它的頭腳 也是分岔的 對 所以是最大的特色 是 所以這個算稀少囉 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稀少 所以現在來講 這個數量上是 在台灣有幾隻 一隻 就只有一隻 一隻 全數 那個摩托車還有四部 這個才一隻 對 這個才一隻 它產在巴西跟 巴拉圭 阿拉圭 會不會就是巴 巴西圭 不是 不是 我很擔心 妳真的把高大哥家裡 那一隻抓過來 巴西圭當作 敲行蟲在用 然後 他們的力氣非常的大 所以那個爪子 抓在手上都還滿痛的 滿痛的 所以我們 試驗它的抓力 它一般一隻蟲 它可以駝起 它身體 20倍重的東西 真的 我們來試試看 來 螞蟻就是 三顆的重量加起來 850 850 850 虐待小動物 虐待小動物 對啊 這會被告 要拿金鐘獎不可以 各位 蛤 要告 告你 這這樣活得動嗎 850是什麼 這個 會不會太重 沒問題 沒問題 可以這樣 請開工 三顆850太貴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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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頂人家屁股 必須要碰它才會往前走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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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重了 這是她的肌耐力訓練 好累 太重了 掌聲鼓勵一下 來 憲哥 憲哥 這一集一定要給我們小孩子看 你可以告訴我兒子 他是用來駝重物 不是用來打架的 對 對 雖然她有最後重序的這種心態 是不是 你知道日本為什麼特別風靡這個呢 為什麼啊憲哥 你知道日本武士的盔甲 我講正經事的時候 你那個態度你是怎麼樣 正經事 我是有讀書的人 對 你還沒聽過憲哥講過一次正經事 你還沒講 我覺得就想 讓我講一次正經的 這一集拿去比賽金鐘獎 這個 假蟲這種東西 在日本收到日本人熱烈的喜歡 因為她長得像日本武士的盔甲 導致於日本人會把它當作是一種 武士道的一個象徵 呼 呼 哈 屁 對不對 是的 沒錯 有沒有看到掌聲鼓勵一下 國學多文 國學多文 這隻五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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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